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處理香港抗爭的作為飽受批評 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批評 她是千古罪人 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批評 林鄭月娥在百萬人遊行後 仍不肯撤回送中條例是千古罪人 反送中以來屢次傳出林鄭月娥要求辭職 但被北京拒絕 劉慧卿認為無論如何 林鄭月娥都應該馬上辭職以示負責 對於北京誤判香港情勢 她懷疑是受到中聯辦和港澳辦誤導 中共黨媒常常批評上街抗爭的年輕人 都是買不起房的廢青 劉慧卿批評中聯辦和港澳辦 沒有如實反應港人抗爭的理由 很多人覺得我快要失去自由 我呼不出氣了 我沒有前途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這個不告訴北京呢 只要他沒有屋住 你說是否發瘋 清唐記者黃小翔 梁珍香港報導